一般民眾對於癌症幾乎是蚊枝色變 漫長的化學治療與嚴重的副作用 讓患者的療程充滿嚴重不適 台南醫院中醫科主任陳瑜沛 今天帶來乳癌多期患者盧小姐 分享中醫治療的成效 那化療的過程又不舒服 噁心嘔吐 肢欲不振 嘴巴破 無力 非常的不舒服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用中醫的方法 來把這副作用 把它降低 讓他可以把療程都做完 讓他的生活品質可以做得更好 陳主任表示 西醫對於癌症已有一套標準療程 但帶來的副作用包括口肝舌燥 吊髮 精神緊張與倦怠感 部分使用中醫的針灸與藥物浮正曲協 讓患者不必因為痛苦而中斷療程 收管其下使其完整 增加癌末的存活率 以我個人啊 我還是會建議病人 就是按照一個正常的 就是一個主流的治療方法 但是他有那個主流方法 西醫有他的盲點 就是說他有些時候 確實病人的不舒服 他做根本 他走不完 他走不完 或是這過程過於痛苦 那或是對他 就是說我們對他正常的細胞殺傷太大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幫忙他 讓他就第一個生活品質 第二個他可以幫他把它做 你今天如果那個療程做不完 就像育後一樣不好啊 你療程根本他就做不完 你說你化療要做八次幾次 根本做不完 或是有的時候不得已都不延長 延長他的時間 就是隔更長才做 他根本沒有辦法把他那個療程好好做 那我們在這一部分 幫他把他療程做 也可以讓他育後更好 也是可以讓他育後更好這樣 乳癌是女性常見的 二性腫瘤之一 盧小姐一年半前發現乳房頸部硬塊 癌細胞隨淋巴擴散至胸骨骨盆等處 化療帶來的療效有限 但痛苦相對的多 經過中醫活血氧氣後改善不少 陳主任也提醒民眾 中醫的效果雖然顯著 但如果沒有西醫將癌細胞切除 光癢在中醫終究效果有限 如果你要活到發生 你心的 你心的 記者王岐軒 黃家園 台南報導